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网络红人白痴公主因恶搞迪士尼配音走红,搞怪风格大受网友欢迎,但在爆红之际她并没有选择成为职业网红,反而是到成人频道工作,累积经验后才辞掉工作,专情耕耘影片创作。 据联合报报道,让白痴公主爆红的迪士尼配音影片其实是她的大学毕业作品,毕业后她制成人频道负责帮A片达马赛克或担任活动企划,她虽认为配音有趣,但吃的饱更重要,工作四年后她在去年初辞职,决心担任职业网红,并分享自己的原创作品,没想到却被网友嫌不好笑,江郎才静, 看到这样的评价她坦言,其实我蛮难过的,感觉被否定了能力,但哪有人的思想会一直持续,是会在走,人会变,心不可能和小时候一样,还是会想要做一些新的尝试,有些酸民也会攻击她的长相,对此她也感到无奈,认为审美观很主观,不喜欢我代表没有缘分,但我不懂为什么讨厌一个人,还有力气在下面留言攻击。 近来白痴公主也开始接触网络剧,发展越来越多元,在网红当道的时代,她也勉励对这份职业抱有憧憬的人选自己的专长去做,不要去做不擅长的。 她坦言网红的收入并不如外界所想的好转,表示自己一周上传五支影片,收入仅有一两万,也不忘自嘲可能。 我真的没有很红啦,白痴公主因恶搞迪士尼配音而爆红,翻摄自白痴公主IG,白痴公主曾被攻击江郎裁警,翻摄自白痴公主IG,白痴公主透露网红并不好转,翻摄自白痴公主IG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